自視狂追猛打 他曾經有人幫他爭取去重審 其實在政綱院、東京法院等等 有些是reject 於是我們比里馬布做了九年 都有講過 但今天就是final 正式判去無罪 其實你看回所有 現在DNA的驗證 和一些客觀的證據 其實你都不明白為何當年可以判罪 這宗案在日本為何能夠 那麼多人 即其他人 包括民間 都是 律師 有些記者 有些民間人士 都竭而不捨 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是爭取重審的 即是說這宗案 其實在當年來講 基本上都很惹人而鬥 真是惹人而惑的 你現在看回頭 真是 真是好好一個人 所以有些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即是冤案的原因 就反對死刑 怕真的不能回頭 但你問我 被人問了幾十年 其實跟死有甚麼關係 有甚麼分別 唯一就是你可不可以再生 的時候還可以洗脫罪名 但一個人生出來 如果是無辜的話 要用一身時間去期待自己 終於拆了罪名 這是一個可悲的人生 但人生就是這樣 好了 這件案是怎樣呢 我簡單 1966年8月18日 當時三十歲的日本男子 瓜田癌 被懷疑殺害 一家四口遭到逮捕 1968年9月 即是案法後兩年 就在靜江地方法院判死刑 由於案件疑點重重 普遍被質疑是一宗冤案 直到2014年3月27日 瓜田癌在獄中被關了48年 都未執行死刑 3月27日便獲釋了 世界關押時間最長的死囚 這個稱號 從此陪伴著他 因為說真的 48年 有些一早就打靶 是死囚 有些 例如你活到六七十歲 或者你活到八九十歲都好 他殺人的時候可能是四五十歲 八九十歲都是三十年 但因為他只不過是三十歲 或是三十二歲 開始被監禁 一關就關到他 四十八年 好了 在2014年3月27日獲釋 今年是2024年 在獲釋之後的十年 終於在今天 二十六日正式作出 瓜田癌不要再去裁券 又放他出來 你當然是sense到一些東西 但都要等十年 我命短些 都看不到 好了 綜合報道 瓜田癌曾經是一個職業拳擊手 我看一會兒我們看照片 其實都是打仔隔的 你看 頸粗 是 眼細 一九六一年就退役了 六一年退役 六六年就三十歲 六一年二十五歲退役 跟著在日本靖江縣清水市一間 大豆和味噌 即是面市 廠裡做事 這一個就是 真是懶惰了 這一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號 工廠老闆 喬本騰雄和他老婆和他的大兒子和小女 一家四口被發現在自家 即是他們的家 那時都是前部後居 遭到殺害而且中火 靖江縣警察就去員工宿舍搜索之後 說在跨田癌房裡找到一件有少少血跡的水衣 於是6月30號出事 在八月中就說用強盜殺人中火和盜竊罪炎 就將跨田癌逮捕 八月中才逮捕 喬 案件的審判過程中 跨田癌一開始是不認罪的 都臨到雙法庭之前幾天 因為全世界我不知道日本當地的法例是怎樣 你拘捕去香港四十八小時 可能你都會有個時限 臨到雙法庭前幾天 他突然認罪 刑了罪之後 他之後又轉變為對雙法庭 說刑警是假的 堅稱自己無辜是被冤打成招 但忠然是這樣說 當時的法官是用2比1判去死刑 我不知道制度怎樣 他不是說陪審團 3個法官2對1 但有1個都覺得奇怪 其實我不熟悉這案件 其實在這個 老闆橋本騰雄1家4口被殺之後 根本警方是亡無頭緒 因為那次案件發生在6月30日 然後他們終於在瓜田癌的房間裡 找了一件水衣 裏面有少少血跡 少少血跡的意思 真是少到那張手指一滴 當然這個不能夠做什麼證據 所以其實是沒有拘捕的 去到8月中 先拘捕他 其實已經是時曆了個多月了 所以當時日本 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要交人 算你不幸運 有沒有這些事情 全世界都有 不要說香港 美國都有 我們講過 那個Mr Lee 全世界都有 好 好了 但是雖然判死刑 第二點太多 也都缺乏 說服力 最主要 最主要 就是 怎麼說 他第二年 突然找到五件 有五件血液 為什麼呢 一九六六年 五六月出事 一九六六年 八月 就拘捕他 OK 然後 他一開始不認 最後就認 然後在法庭說 屈打成招就判二比一 然後到一九六一年 那時候已經判了死刑了 為什麼不行 突然間 控方又拿了五件血衣出來 其實那些事件案 我們現在看 判了死刑 你控方為什麼還要做事 可以想像到 應該在那一年裡面 其實社會已經有很多奇怪 覺得 你這樣想做什麼 於是 控方為了加強說服力 是一年後突然說 喂 找到五件血衣 好了 那個血衣是什麼呢 是浸在那些 因為他們那些做面試 那些肛裡面的 大家想一下 浸一年 然後 那五件血衣 你說要加大這個證據 你又發覺 那些尺寸又不適合 跨田癌的身材 無緣無故有五件血衣的衣 你說他穿了五件血衣 為什麼有五件呢 為什麼又不適合他身材呢 好了 所以 民間團體又不斷幫他 其實戲劇每晚都拍過 類似改編故事 去再審 捐錢 所以 他是死囚 但是遲遲未被判死 不斷一年六年那一年 好了 去到九十年來 二千年了 那時候的DNA技術 就開始進步了 有人就說 喂 你 不行 要再檢驗DNA 但是 法院是諸般阻撓的 直到二零一四年 剛才我講了 終於 他爭取到 就是有些異人的律師 爭取到 又可能 這些可能寫漫畫 又偷偷地 找一些不知甚麼 東京不知哪些甚麼 研究院 匿名去驗了去 就是做了一些證據出來 去呈上了法庭 剛剛我沒有記錯 就是日本 好像說 日本和韓國 我真的不肯定的一件事 我們之前講過的 說那些案 即使是那時候 判了刑期已定也好 只要有仲介的證據出現 你記不記得我們講過 所以2014年 靖江法院發覺 哇 這些DNA 不是屬於 跨田癌的 尺寸又不對 DNA又不對 於是 就下令將它釋放 下令重審和釋放 其實那時候東京法院反對 東京法院是反對 我們講過的 但是 東京法院 考慮到 他年紀 都七十幾百十歲了 都不適而計 續收押了 所以 就沒有去取消 靖江法院 說放人的決定 但是 於是乎 2014年 跨田是岩頭被釋放 但是其實 他仍然是背著 即是未洗清罪名 OK 這個是殺人犯 好了 當然 作為 我覺得 這個 這麼沉默的 跨田癌 這也未必是他議員 還是 身邊的人 比如他姐 又或者 那些律師 和他 follow了這個case 很多年的記者 那些朋友 民間團體 就覺得這樣 不對勁 堅決 反而要還他一個清白 好了 終於 爭取一個重審 重審也要爭取 就是今天 地方法院宣判 而且 也都說 當初的證據 全部是偽造的 58年之前 為什麼呢 只有 最簡單 DNA 尺寸 原來那五件衣服 他們法庭 今天找了專家證人 他說那些衣服 有血跡 有五件衣服 他說如果 那天 做案那天 是1960年 1966年 1967年 即是一年後才發 突然說有五件血衣 他說原來 浸了 在這個味噌桶裏面 那個法學校那一年後 這些血跡 就不會是紅色的 是會黑色的 而 這些血跡 在1967年 浸了一年 你說是當時 他穿來 恐慌說他穿來殺人 還是怎樣 是紅色的 很明顯 這個是誤陷他 有人放五件衣服 浸下去 不會超過一兩天 然後就說他拿出來 當時還沒有這些 發言技術 又或者 就是電眼後鋼 總而言之 就是要扣陷他 就是要說他殺人 好了 那究竟這四個人 又是怎樣殺呢 這是另外一件事 今天 當 這個政安法院 宣佈 那個 再審的結果 大家上去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可以上網看看 法院門外 還有日本的電視台 那些群眾 好像1988年 他們看 石北低頭的謝文武 說沒有罪 歡呼 當然 無論如何 老實說 一個人 這樣就沒有一生 大部分殺人 為何要這樣被人 老實說 這些證據證明不了他殺人 是不是你說 這個世界上 是不是一定不是他殺 永遠沒有人知道 那裏有這麼多員工 是不是一定是員工殺的呢 又會不會是 老爸殺了老婆 殺了子女 然後自殺呢 然後又中火 永遠你不知道 我們看看 現在 五六十年了 五十八年後 現在 其實也有些輪廓看到 但是他姐姐說 因為他困了很多時間 在裏面坐了幾十年 其實那個人 整個人都變了很沉默 也很難和社會配合 即是三十歲少年 這樣含冤入獄 再出來就七十八歲 黃金的時間就沒有了 好了 另外一單 我們快講 有個四川男人 三十二年前 對付自己的老母 對付自己的女兒 然後穿草 帶著誰呢 帶著她的大嫂 一穿過火草 就穿去威怨 不然穿草 就穿去廣東 然後有兩個人隱姓埋名 跟他金牌大嫂 生了個兒子 一個女兒 近日終於被拘捕閨案 逃亡之后,李某才,就说其实他和古某方,即是大嫂, 每日都心惊胆战,也不敢回老家,也不敢原来家人, 没睡的那个好觉,生活觉得很艰苦, 他们差一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 他被捕后跟警察说,走了那么多年,很累, 他已经不记得具体那几年,他的身份证号码都不记得, 差一点都不记得了自己的名字, 他说过得很艰苦,好歹你们终于来找我, 我终于解脱了,好了,杀人, 这宗案是没怎样交代的, 只是说他32年前,老女朋友和老母亲杀了, 跟着就着草,后来打电话回去探听, 于是乎就去亲戚家这三个月, 跟着又回去就带大嫂,现在老婆就逃亡, 很明显,所有女友看中了大嫂, 不是看中了,是跟大嫂情数暗生, 女朋友当然反对,为何会关起妈妈的事, 可能是妈妈帮口,或者女朋友发现, 好了,搂手也好,什么都好, 搂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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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杀完人没得走,唯有作祖, 但是他一直是跟大嫂心爱, 于是回去接大嫂, 大嫂亦肯和他一起走, 很明显是两情相悦, 还要生一男一女, 隐姓埋名在广东里当然非常苦, 不想到,你又不能在高级 Mouse点, 特别是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年, 找不到,现在突然找到, 我认为不用这样地说, 现在有这么多人面识别, 那你就不能走, 对他来说可能会解脱, 生一对子女, 但是欧二嫂, 你现在可以和他一起三十多年, 我觉得是爱情来的, 假如你当日也不需要去到这样, 杀老母啊, 另外廣東有一對新人我們快講,在茂名,在麥當勞擺酒,其實我覺得真的沒問題,我相信阿靖都會覺得沒問題, 其實他們兩個喜歡就可以了,他們兩個開心就可以了,大陸網民就說, 最難得他們雙方父母不介意,這個是的,真的要被國際,這父母會介意的,大部份網民都抱著我們這種感覺,當然有些網民都是差很少韓酸感,沒有說什麼,但是很少韓酸感, 我覺得其實,你問我,如果我兒子突然結婚,我爸爸在麥當勞擺酒,我都覺得沒錯麥當勞擺酒, 他開心,所以他覺得OK就可以了,最緊要,他開心就可以了, 你總好過東牙烏鷹和阿西,小弟擺酒去天棒擺,王國靠武,對不對, 吃魚柳包,隨時吃飽過你,那些酒店的酒精, 絕對,這個不用說,絕對,給一千幾百元人吃,你吃不飽,絕對,我們先看看,新娘多漂亮, 他們在裡面,那些朋友跟我說,在裡面這個,我不知道這個是, 陳神碟嗎? 陳神碟來的,可能在裡面玩一下, 看不到神偷,玩一下這個遊戲, 麥當勞、嬸嬸, 好,再去,他們都穿了寡, 都高大進網,女生都厲害了, Above interval很多, 再去, 十二個九, 陳神碟, 那些姊妹都可以, 這個圖, 誰都這麼長腳, 姐妹有兩個可以, 藍色衣服就不行, 藍色衣服旁邊的都不行, 好,再去, 藍衣服旁邊的都不行, 那兩個, 即是沒有P, 其實真的沒錯, 他們開心就行了, 好了, 最後再出了一張圖, 我講兩句, 這個不是我們的網友, 是阿正弘姐給我CAP出來, 是這樣的, 前男友A, 本身跟我很合, 都相處了三年多, 一直沒有問題, 軒谷結婚, 跟A有些誤會, 以為他不想娶我, 於是乎在交友APP, 認識了B, 已經跟A分手後認識的, 講明一下, B對我很好, 一直都很遷就我, 和哄我開心, 但是很多事情, 他都不明白, 其實他人的鬥點又落得差, 你倆都英文句, 其實真的很混亂, 但是很多事情, 他都不明白我, 但相處了大概三個月, 他已經說要娶我, 因為他很愛我, 很多人應該要落鬥點, 他又不落, 那我都以為這樣就一世, 怎樣呢, 這一句呢, 真是難忘, 怎知九月醒起, 之前和A一起買了機票去旅行, 我想他想表達的, 就是說, 去九月醒起, 之前和他前男友買了機票去旅行, 不要三個才去, 是的, 在旅行過程之中, 大家就化解了, 之前是誤會, 發現愛A多過愛B, 但是老實說, 為了不要浪費再去, 其實這件事是講不通的, 根本上, 你都已經有些事情了, 好明白, 十年, 是的, 之後A問我可不可以再接受他, 他說不介意分手這幾個月, 我找另一個, 但是, 阿B對我很好, 很溫柔體貼, 是值得嫁的老公, A就是愛我的人, 那我怎算好呢, 其實其他背景不夠, 其他資料背景不夠, 阿B知不知他去旅行先, 這個去沒有說, 所以其他資料背景不夠, 如果這樣看, 你問我, 你一定會我回答的, 阿A, 你喜歡阿A, 就選我喜歡的, 是吧, 阿B又很好, 他沒有其他資料背景, 因為阿B是願意娶他, 為甚麼呢, 阿A跟他分手的原因是, 因為一些不會以為他不想娶我, 即是阿A都會娶我, 他呢, 其實是以娶他, 即是以結婚為目的, 但因為有些誤會, 原來你以為阿A不想娶你, 你就分手, 但其實阿A是你誤會, 是會娶你的, 阿A又會娶你, 阿B又會娶你, 一個就是你喜歡多些, 你說明你喜歡阿A, 發覺, 一個是很溫柔, 好體貼, 值得嫁的老公, 怎算好, 阿A, 很簡單的, 你問我, 阿B都沒有所謂, 阿A, 為甚麼呢, 如果你嫁了阿B, 我不知道你有喜歡他多少, 還是沒有那麼喜歡, 還是不喜歡, 其實他會想念阿A, 喂, 阿B都很欺負, 但我告訴你, 不是沒有所謂, 他不知道, 我告訴你, 你選了阿A, 你會想念阿B, 選了阿B, 你會想念阿A, 為甚麼呢, 歌仔都唱, 誰是你一身最愛, 很簡單的, 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 送禮物, 大家聽節目, 好嗎,